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,说到好吃懒惰,相信小伙伴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大概就是非洲人了吧,毕竟非洲人的懒在全世界都是出名的,能少干点就少干点,能不工作就不工作,这似乎已经成了非洲人的一种生活常态,也难怪非洲穷了,一切的一切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。 不过话说回来,虽然非洲人懒,但他们也是有底线的,起码在没钱花的时候自己出去工作赚钱,但接下来这个国家的人就厉害了,他们简直是懒出了天际线,就连最起码的底线都没了,这个国家便是传说中的托克劳了。 托克劳是一片群岛的总称,因此又称作游宁群岛或是联合群岛,是世界上最小的群岛,这里最早的居民是一群从萨摩亚漂流而来的玻利尼西亚人,后来英国海军准将拜伦来到了这里,把其中一座小岛命名为了约克公爵岛,小岛也就成了英国的殖民地。 在1948年,英国将这里的主犬交给了新西兰,1994年的时候才开始实行自治,并更名为托克劳。 不过由于岛上的居民太过懒惰,这里的经济发展一直非常落后,并且一直依靠各国的旧级度日。 虽然岛上土地贫瘠,不适合种植植物,但是附近海域却拥有丰富的海产资源。 尽管如此,这里的居民也是不为所动,只简单地在岸边捕点小鱼吃,从不下海捕捞。 很多国家正是看中了这一点,争相前来捕鱼,因为在这里只需要交一点捕捞费,就可以下海捕鱼了。 看着自家鱼被别人打捞殆尽,他们不但没有心疼,发还未得到的那点捕捞费而沾沾自喜。 看来这个国家真是没得救了,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? 好了,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,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,欢迎大家点赞评论,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